当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,开始自己旅游或者是新生活的时候,有的人喜欢在地铁站里拍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,不过最近有人表示,自己在拍照的时候被工作人员阻止了,说地铁内不得拍照,有的甚至还被要求删除照片,那么为什么地铁站里不能拍照呢? 听到这里,经常乘坐地铁的朋友可能已经开始回想了,地铁站里确实没有禁止拍照的标志,那么禁止拍照这样不成为名的规矩又有什么根据呢? 其实地铁站里不让拍照主要原因是因为手机、相机的闪光灯,可能会影响到地铁司机的视线,万一因为闪了几下闪光灯,导致司机看不清信号灯,那就有点危险了。 而且我们知道,地铁的出入口都有着厚重的铁门,这是因为在我国的法律规定里,地下空间应当兼顾人民防空的需求。 如果遇到战乱,可以在这些地方躲避空袭,地下人房设施包括地铁、地下商场等等,所以这些人房设施应该尽量禁止拍照,防止太多内部信息流出被不法分子滥用。 由于没有明文规定,各个地方对在地铁内拍照的管理情况各不相同,也有的地方是允许市民不开闪光灯,用手机自拍的。 当然,如果有人扛着相机,甚至带上三脚架来摆着拍照,那必然是不可以的,除非先提交申请,因为这样拍容易引起不喜欢拍照的乘客购买,或者造成行人行动不便,影响地铁秩序。 话说,大家在地铁站拍过照片吗?有没有被阻止呢?欢迎留言评论。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,了解更多,请关注我们。